嗯好 最后一个支点啊 使用路由网关的服务过滤功能 什么概念呢 这个 ZOO不仅只是路由 还有很强大的功能 检视一下它的过滤 是不是在ZOO这个地方有提到过 主要提供两个功能 一个是什么 这里 一个是路由转发 我们刚体验过了对吧 一个是什么 过滤器 过滤器干什么用的呀 之前Spring MVC的时候 是不是要配过滤器啊 好的这里怎么配呢 像Spring Cloud了 Java Cloud原生云开发啊 过滤器由谁来提供啊 ZOO来提供 过滤器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拦截登录请求 这么一个意思吧 需要登录的地方 是不是要拦截下来啊 跟之前做法一样 但是过滤器变成了 ZOO提供的过滤器 在ZOO里面 继承的是ZOOFILT 之前Servalite继承的是谁啊 直接就是个FILT 是吧 然后Spring MVC呢 实现的谁啊 实现的谁啊 Intercept Handle 是不是啊 拦截器 对不对 Intercept Handle 对吧 还是Handle Intercept 就一个意思啊 拦截器 好 这个时候 咱们创建一个过滤器啊 创建一个过滤器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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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抓吧 这里 New一个package 对不对 叫FILT FILT Larging FILT New一个 Larging FILT G乘 G乘 是不是啊 ZOOFILT OK 这里 ETA Competent 那这里是要 这是个抽象方法 是吧 这是个抽象类啊 那么这里要实现 四个方法 什么意思呢 没关系 很简单 下面都写好的啊 PRE 不是PRE 四个啊 一个叫FILT TYPE 是吧 过滤类型 是不是这个啊 对吧 有四个可选值 都是字符串的 路由之前 路由之时 路由之后 发送错误调用 是不是在调用前 调用后那些 那就是什么意思啊 路由之前 路由之前 登录 你没登录 你是不是就不要进来啊 是不是路由前 就带你判断 判断一下 嗯 好 这里就是 可以使用什么呀 就四个死群值啊 PRE 对吧 路由前 就这么填就行了 FILT 过滤顺序 过滤顺序 咱们那个拦截器 和过滤器 是不是都可以指定 它的顺序啊 这里啊 过滤顺序 数值越小 是不是执行越靠前啊 零嘛 不用管它啊 下面一个 是否需要过滤 我他妈写了 能不需要吗 肯定要返回TU啊 是不是 必须过滤啊 对吧 TU啊 是否需要过滤 好 RUN 过滤器的具体页目代码 怎么过滤啊 怎么过滤 怎么过滤 能怎么过滤啊 按照这里的例子 是什么呀 拿到HTTP Servalat Request 看你那个参数 对吧 你有没有带 我需要的参数过来 是不是这样 哎 你带过来了 就OK 没带过来呢 我就拦截你 不就这么回事吗 哎 过滤器啊 主要是这个 HTTP Servalat Request 怎么取 因为我们用的是Zoo 所以咱们这里的 Request Context 是通过Zoo 得回来啊 在这里 Request 有一个请求的上下文 什么Netflix Zoo 这里的啊 点 get Current 当前的 这个 Current Context 是由Zoo 请求 拿回来的 这个时候 才能得到 我们需要的 HTTP Servalat Request Current Context 点 get 点 get Request 是不是 HTTP Servalat Request OK 点 尾 好 有了HTTP Servalat Request 不是就方便了吗 Request get Parameter 是不是就能用了呀 又回到之前的操作了吧 是不是和上个阶段 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吧 得 想得一个参数 比如说叫做 Token 叫做Token Token 判断一下 如果Token为空的话 那么这个肯定要设定 具体规则 是不是啊 如果Token 等一等于空的话 是不是就不让它 继续访问啊 然后返回一个结果 给到它 对不对 Token为空的话 就要设置这个 Current Context 点 Set Send Rue Response 这个 False 就是什么呀 Send Rue Response 发送Rue 的响应 还让不让它发 不给你发了 不让你发了 是不是啊 然后 Current Context 点 Set 这个 Response State Code 响应码 没有权限 401 是吧 没有得到授权 所以呢 不允许你访问 我这是个API网关 我最终提供的是一个REST 副风格的API 是不是这样 你没有授权 你不能拿我API的结果 不然不就被你们这些 写爬虫的人都把我数据爬走了吗 是不是不合适啊 所以要这样啊 所以要加一个另牌过来 要加一个另牌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没有Token 我是不是就要往页面上写东西啊 页面上写东西吧 这个时候就什么呀 要响应 是不是要响应出去啊 Servalette怎么往上写东西的啊 是不是这个CurrentContext .getResponse 是不是Response啊 Response.getRite 点什么呀 Rite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Servalette是不是这样写的啊 是不是跟Servalette用起来一模一样 没区别吧 刷开去一下 是不是很简单 写什么呢 对不对 非法请求 是不是非法请求啊 你爬虫 你爬什么呢 是不是很过分 你在爬 对吧 好 那这里是不是可以用Jensen呢 自己Object的Map封装一个Jensen往里一摔 是不是 非法请求 OK 这个时候咱们再重启一下zo 重启 有没有感觉到 这代码再怎么写 万遍不离其中 是不是啊 最终还是Servalette 是不是呀 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OK 这个时候 等它启动完成 8769 可以了 回来 刷新 问问问 为什么 没有设置那个编码格式 对不对 编码要改怎么改 编码要改怎么改 是不是要得到这个Response啊 是不是Response 是Request的设置 还是Response设置啊 Response设置 对吧 就CurrentContext Response 点GatResponse 点V 是不是得到这个Response啊 Response 点Set 什么呀 ContentType 是不是啊 然后这里填什么呀 对吧 要指定啊 当前页面类型是HTML 对不对 然后再插SET 等于UTF8 再重启一下 回来刷新一下 非法请求 没问题了吧 你爬从里来爬吧 是不是 来吧 好 怎么样才正常呢 是不是根据规则设置什么 Token 按的Token 等于123 因为判断是不是非当 请求进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呀 过滤器 是不是啊 可以吧 和SWALLET的过滤器 是不是一样的 很简单 对吧